我沒有叫你馬上回去 但是我要確認你的安全 你知道安全的看到嗎 不管怎麼苦勸女子不聽就是不聽 不然你先跟我回去 我先拿衣服給你穿啊 這對話旁人聽起來 以為是小兩口在鬧扁扭 但其實是三名遠景正在勸女子快回家 真的是怕你危險啊 現在外面 原來20歲料性女子 16號晚間跟家人到台中北屯區烤肉店吃飯 當時因為女子一次嚇太多肉到烤盤 被孤叫阻止並且責怪 所以一口都沒有吃就父親離開烤肉店 直到凌晨2點都沒有回家 讓姑姑好召集請警方歇巡 在一處大象溜滑梯上面 找到女子一個人坐在那邊 那近日因為天氣寒冷又下雨 那該名女子穿著單薄 一開始也不願意跟警方配合回家 遠景一波又一波的暖心攻勢 姑姑就擔心你沒有錢 還有沒有辦法買東西吃 會擔心你才會報案啊對不對 對啊又說你短秀 一下子關心女子會不會冷 擔心她會不會肚子餓 本格你有吃到肉嗎 那你會不會肚子餓我先買東西給你吃啊 最後終於軟化女子的心 而87有偶像句台詞也讓不少女性直呼帥呆了 現在的警察都那麼好就是了 我跟你只是陌生人 但你竟然還會關心我還會安撫我 警察很溫暖 有蠻正面的形象啊 蠻溫暖的 在人心情很低落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一個陌生人的關心 還好在寒冷的天遇到暖心圓禁 把女子平安送回家 結束了這場驚險季 請一遍新聞尋規範理 蔡影台中產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分享出去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再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到資訊